快為金鐘五十按讚 天天送五千 還有機會玩 財經搖搖的抽六萬大獎 紅衣男子身材壯碩 大啦啦走進銀行 沒多久就拿出玉藏水果刀 到櫃台前揮舞順手搶劫 只見銀行經理嚇壞了 趕快從保全後面 拿出甩棍當場呵斥男子 過沒多久時間 警方也趕到現場 通通拿出甩棍跟他對職 現場氣氛非常緊繃 甚至連椅子都拿出來擋 直到有人不斷朝他手部丟東西 讓他刀蟹鬆手 最後大火人 自己進去把桌墊翻開 然後就拿起來 對啊 那那桌上有錢啊 就搶走了這樣子 是誰的民眾沒錢 對 一般應該那個是 我們那個隊長 那個矮隊的 他進來拿到手去安靜 只是搶匪異想天開 因為他搶的第一銀行 就在警察局斜對面 距離短短不到兩百公尺光 走路兩分鐘就會到 瑞芳警分局一切或通報 檢查隊長立刻直奔銀行 陪同遠景銀行保全人員 將他制服 最後徒手 將他壓制 歹徒正持刀以握有一千元 以保全人員對自衷 那我們嚴謹立即以警棍 將歹徒手中之刀 擊落並立即制服 四十歲林姓搶匪平常在瑞芳打 零工沒有固定工作 而警方調查發現他搶劫的理由 令人啼笑皆非 原來是因為14號晚上 威彩頭彩獎金將近三十億 一時沒有錢才把歪倒金 動到銀行上面 只是人算不如天算 這孩子見到老李敦 肯定連買彩券的機會 貴都沒用 記者 何慧龍 阿光亞麥SN小組 新美式報導